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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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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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对说明镇与点栏目 这个 少年大军脑破根田 那 他们做这个从来没有问过我 实际上也不是我受益的 他们纯粹就是看到说 我在网路上面有一系列的照片 那这些照片呢 它都是抛弃掉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 它使用创用CC这个授权 意思就是说 你拿去做改做 我也不会来告你 那这个其实就是开放资料的同一套授权 我们在台湾 我们工部门的开放资料 就是国发会的开放资料授权1.08 就是CC授权 就是CC的显名授权CC5 那所以其实我就是在试着 让大家了解到说 当我们就是分享出我们工部门的工作资料的时候 很多意想不到的应用就会发生 那等于大家都一起来帮我们脑破根田 所以我常说数位政委就是数十位数百位政委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个 我担任政委之后 我所有主持的会议 所有的记者这个朋友们来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已经有1385场 跟5500人讲了28文1346句话 那就从一开始我们来处理这个UberX Airbnb 然后到后来这个EIB 从2015年开始 那之后什么各自趋势别化 这个设计制度 社会企业 电子经济 等等等等 那其实是非常的举行 那这个呢 就让就是所有民间的朋友 可以看到这种 我们在政府咨询公开法里面 叫做做决策之前的咨询 因为做决策之后 当然政府咨询公开法就是要公开嘛 但是你以老阶段 就是他还在那边讨论 大家都其实记得他谁 没有什么确定的主意的时候 另外来讲是不公开的 那就是我的主持的方法就是说 所有借鉴都公开出来 那这样子公开出来 当然并不是说要 其实都会承认我们关于显示 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个是说 只是他都有十个工作天的时间 可以修正 所以如果里面讲的一些 就是处局可能不太好的话的话 那其实大家都会回来修正 但第二个是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不需要看着 会议记录在那边猜 就是传到上面 就是不需要 因为会议记录如果才140个字 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有机化部分的时候都是这样 但是这边的话 就是所有承办的朋友 甚至包含那个 监察院審计部的朋友 我大概2016年10月上任 11月之后 審计部的朋友写信来 说他是在做这个计划的審计 然后他觉得非常高兴 他终于知道这些 所以可以偏偏到底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对大家都很有好处 那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就让民间的智慧 就包含像当时 我们写条电竞案的时候 文化比如说 电竞没有一百年的传统 或是传统的文化 所以应该是体育署的事情 体育署主张说 电竞没有动到全身 所以不是算是体育 而且体育的话 那个小学 每天要什么有一节 什么一小时体育课 难道他去打电竞 这个难以想象 所以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那经济部就说 这个你们在写条 这个是电子经济选手的权益 那其实经济部职管 就是如果他体育成篮球 都要能职管的篮球场 篮球选手 怎么会是他们的事情 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 当时就是 完全在阿末中一世 但我们公布到这个之后 其实他就马上发现说 有民间非常多 很有意思的朋友 就会在这边 开始提出见解 那所以好比上说 像我们如果找这个八卦本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就有很多这个 当时的朋友 在八卦版上面 提供这个竹子稿 然后就是PTTLOL版 八卦版 或者是什么巴哈姆特 反正就是电竞 朋友会聚集的一些地方 他们就会开始帮忙 能够更远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有人开始提出说 他主张围棋是一种电竞 因为围棋现在都在线上比赛 这样子好像没有道理 然后当时的文化部 主名想起来 对围棋好像是一种电竞 他们对围棋拳手有一套方法 所以电竞拳手 其实比照就可以了等等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方面 其实就是来来回回的 靠这些群众的智慧 当你把我们的决策 过程公开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给出很多 很好的一个注意 那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在我们就是CCC 这个朋友说 不用喝咖啡 不用喝咖啡 意思是说 我讲话比较提升心脑的意思 我才是什么意思 那继续留言 那所以我们在CCC 就是专业情指挥中心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很像我们刚刚那一个 就是你搞阶段公开的那样子 一个传统 你不能说传统 因为毕竟在100多天 每天就是拍 就是Best Conference 那但是确实就是任何人 只要对决策过程有任何想法 他其实打1922就可以了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可亲近的一件事 就是任何人他对 不管是口罩或者是检测 或什么有任何想法 他打1922 那就是以上的几率 就会马上就接起来 那接起来之后大家就会 就是想到什么去问什么 然后就会拒细你的 有朋友回答 那如果他提了一些 就是把那个1922的界线上 问倒的事情 好比上说 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的 就是有一个小男生的家人 打1922 说这个我小孩 因为只有等红口罩 所以不想去上学 那这个1922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一路就是上学 然后是到瑞福国 台湾身所联络人 就是家里有两只总裁的那位朋友 那就是瑞福国 那是狗的主人 那然后那他就后来就建议说 那大家都可以就是在 每天在记者后上面戴粉红口罩 这件事情就自动解决了 因为那小男生 就可能搬上最酷的人 因为只有他一个 指挥官那颜色的口罩 指挥官自己加码说成的小学 都最喜欢粉红包之类的 这种每天都能够增服民间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就是政府虚心的人民 那所以在口罩1.0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1.0之前有0.0 大家可能还记得 当时超商就是每个可以买三篇口罩 但是全家不会知道你刚才在瑞福买过 现在四个都要讲用 能不能够合作 这四个就是之间的支付 当然是Post 3 什么不可能立刻再整合 那所以当时我们就飞连推行 一致不可 可是就在我们还在讨论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民间的朋友 叫做吴詹伟 他就超前部署 就帮我们做出超商版的口罩地图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去点附件的超商 然后说我看到他已经没有口罩 那吴詹伟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签了Google60万 因为这个Math API非常的贵 所以这个派出只好自己观战 观战之后他都就到Join.g0v.tw 就是一群公民备客 那g0v.tw的目标就是所谓 支配政府原地重建 这个头号好像还是当时危机枪 那怎么做呢 就是说你不管什么点g0v.tw网站 只要g0v的人看不顺眼 他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山寨版 就是重新想象版 但是把O换成零 所以我们有Join.g0v.tw 马公民夹上网路子那一品牌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没有 就是要立刻把网站拆掉然后重建 就是像吴詹伟对口罩做那样 他就把O换成零 到Join.g0v.tw 他就会看到几千位朋友 然后就开始问 他就问说我欠了Google60万 现在怎么办这个难以为继 但是大家都已经开始称赞他这个地图 就是社会所需要的 所以很多人给他工程上面的建议 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因为我一天到晚再跟你们会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一个 叫做反向采购 就是reverse procurement 在一般的采购里面是我们定义 stack 然后民间经济部门来承揽来做 来当包商 然后社会部门当然可能对社会有些冲击 所以他们要进入就是像沟通程序 但是这些程序去确保说这个经济部门在做的时候 有照顾到社会利益 是一般采购流程大概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完全相反 就是说这些社会部门先说我们需要一个口罩地图 而且他已经做出来了 虽然只活了两天 然后那经济部门也就是Google 那当时去说好那我们愿意支持这个年轻人 不过支持到什么程度当时还在谈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社会部门先说服经济部门 那政府到底能做什么呢?政府就是给他一个外方的网狱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已经抛弃掉了著作财产权 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对家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用刚刚讲的CC授权 全部都释出 那所以我们唯一需要做一件事情 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就自己 就是一面每个礼拜三大家都可以来找我聊天 那然后所以我就每一堂课40分钟 我就在那个20分钟20分钟的空调 我就自己写了这样子一个网站 叫做口罩工序咨询平台 那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民间的这一大堆地图 或者是什么对话机器人啊 什么这个LINE应用啊 确法啊 这个或者是APP啊 或者是预标板啊 语音助理啊 大概140多种 那每一个的网址当然都不是GOVTW 但是我就自己给了他一个GOVTW网址嘛 MaskPDESMATGOVTW 那所以等于是说一次的去curate 去说所有这些只要我看过我用过的 我就确保说这个是政府有点像背书 那因为具有GOVTW这个网址 所以当时当这个健保署 他真的就是变成要剧的可能性质的时候 他本来也有一个查询系统 那个查询系统 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打挂了 那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查询系统 他就说那你只是要就是连到这个地方就好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是帮他振留 那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他本来那个主战也没有要回来 他就直接用民间的这一百多东 因为事实上一个都是去让各种不同的朋友能够使用 像这个虽然看起来很棒 只是江明宗他确实也非常棒 但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只要还有一片口罩就会飙成绿色 那所以只会还有一片然后无损 然后怎么样最后那一片卖不掉 那然后那个钥匙就要不断的接电话 这是蛮可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只好赶快自己上去去改他的妄计 把它改成这个无伤位的一样 那或者像说钥匙有发号码牌嘛 所以说他事实上是有点一点时间 那他这个号码牌如果发完了的话 他上面还是绿色的啊 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没有了嘛 那所以后来我们又研发出 不但你可以有就是自己的时间放在上面 事实上你发完号码牌之后 你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从地图上消失 像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是靠这个钥匙的这个牺牲风险在你开始 去因为他们当时也不知道 之后会就是有补偿金啊什么的 就是当时完全是职工嘛 那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就是最怪他们 那所以我们所有这些做技术的朋友 其实是来帮助钥匙 那如果我们做的事情 不小心造成钥匙的麻烦 那钥匙只要按钥匙的朋友 可以点这里补充资讯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个Google phone上面 当时每天每天都收到非常多钥匙的批评指教 有时候还有很多金项 那但是无论如何 对 就是说我们就等于每个礼拜四分版 每个礼拜四我们就更新一次这套OpenAPI的系统 去确保说 是真的能够使用 钥匙的朋友 你真的就是觉得说 这不省到他用时间 而不是增加他们的负担 那像最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那我们半小时更新一次资料 这个如果各位有出益过 看到资料业务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 一般来讲 一天更新一次就已经是很快了 但是半小时的话 其实你在排队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什么的参与式验证 这个是各位的业务之一 什么参与式验证 就是说我靠我前面排队的人 跟后面排队的人 来确保说我刷了健保卡的时候 现在我如果是成员的话 我就会看到在地图上面那个数字 剪掉9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成员就是9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地图上面1047 那我去刷它应该变成1038 那如果这个在我后面的人也开这个地图 但发现它不是变1038 而是变什么1056 那它当场就拿1922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必须真的是 三分钟以内更新 因为差不多就一个transaction 大概三分钟 所以它的更新频率必须要这么快 它才真正能够做到参与式验证 当它做到参与式验证的时候 忽然之间1922接到的电话就变少了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就是亲眼看到 亲眼验证出这套东西是有更新力的 但是如果它的更新频率只要一场有五分钟 我们马上就发现说有很多九分就开始出现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等于是靠这种参与式功能保证来确保 所以当我们说因为我们口罩真的有在增产 或者是说我们的口罩真的有这个 从这个每天200万到2000万等等的时候 那明天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些意料外来 比如说这个虽然你们看起来有增产 但是就在某一个商镇或某一个区 它事实上是配送是不足的 或它配送是超过的 或者你乍看之下这个南部的一些县市 这个例如屏东来看起来工会来很均匀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它在就是就是比较就是偏远的那些部分 它到市中心其实是非常长的一段距离 所以如果你是用距离去算那是不对的 因为要算到他们的什么交通时间等等 那这些其实你要我们或者是让健保署来做资料分析 几乎是不可能 我们又没有这个domain knowledge 那但是如果是做交通的做这些的朋友 他们自己就可以手上有限有的模型 所以他就把每一个药局的实际上的 这个就像期货交易那样子的东西丢进去 他真的就可以算出很准的一个模型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动态的配送的这些资讯等等 都是运用民间的朋友所建立的这些方式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 是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新竹 有一些比较靠近豹干的科学运区的地方 然后以及双北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买得到药局的口罩 那后来我们当然就是经过一些数据分析 就发现说原来这些朋友大概占领口的 接近两成左右 就是他一个人住 所以健保他不能给别人帮忙排队 他控制线很长 所以他下班的时候要是早就下班了 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实名是1.0 永远都服务不到他们 那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就只好2.0 就是去跟超商合作 那当时跟超商合作的时候 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说健保快一通 当时的那个定路口罩的那个功能 跟我们在线上刷就是自然凭证跟刷健保卡 其实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 一套叫健康存折 那另外一套 其实叫做中所税包税软体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只有大概三四天的时间 那我自己写了一点点程序 去把左右两边这样接在一起 就是用在市营运的那一板上面 那绝大部分还是官方网路 以及健保署这边是自封鸿鱼 他们的朋友们去确保首先 大家可以透过手机来电口罩 那当时为什么一定要把健保快一通接上 而不是用读卡机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去看到那两层的 左右的朋友里面 其实只有喷哨鼻液的人有读卡机 但是这两层的朋友大概都有手机 都有折腻型手机 而且SIM卡大概也是自己的 所以健保快一通接到 实际的认证是最方便的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两个接在一起 果然真的这些朋友 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立定 那后来我们又发现说 还是有些朋友没有照顾到 因为当时就是陈琳麦来的副院长 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说 你要把儿子碰下去的话 要九层以上的人拿得到口罩 所以我们七层也不能以此为难处 八层物也不能以此为难处 我们一定要到九层 他才可以有种物理疫苗 这样子作用出来 所以我们又去看说 2.0还有哪些人没有照顾到 后来就发现说 像移工 就是如果他的SIM卡是预服 而不是他自己明下 他就不能去用健保快一通 那他当然也不会 没事有一个闭店跟读卡机 这个是很困难的 或者他也不会去健保署的柜台 也不会绑定 或者是说真的年纪很大的朋友 他真的连智慧型手机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 因为这么快通用用Line介面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就是 用他可能唯一会的一个 来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中手圈可以在超商缴纳 所以我们就去用中手圈 在超商缴纳的那一套系统 变成所谓的口罩3.0 那这样子一下子 就超过的人 或者九层就来取得这个口罩 那剩下来的就是可能7%左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超前部署家里已经有口罩了 这个不会去排那个队 那时候那些超前部署家里有口罩的 结果在Twitter上面找我 然后说这个他想要把口罩捐出去 他们想说我们连这个都要照顾 可是后来他就说 还有立马委员开了一个这个类似这个记者会 据说他们觉得说不要只是外交部去捐口罩 一般台湾人也应该要捐口罩 那所以我就后来想说好吧 那我们就来捐口罩 所以当时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个也是群众母子的一个叫做 Tiwan Can Help Us 就是一群人包含念永珍嘛 阿滴嘛 然后志祺嘛 等人啊 就是在纽约时报上面 就是开了这样一个广告 副片叫台湾 那这个广告当然是 其实一开始 网纳并没有这么漂亮 一开始网纳并没有这么漂亮 一开始网纳并是非常中二的 那就是因为就是开了在 跟台湾的一些恩怨亲手 那但是因为他们是群众母子 所以只要有出钱的人 都不会想要看他失败 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有 一样出钱很多人 帮他老婆跟天 然后说你们如果这么中二的话 那纽约人其实说 并反而对台湾有反感 因为纽约人一般来讲 并不是很care 台湾跟WHO 那纽约人其实说到底什么 他比较care是说 台湾到底可以帮你 有什么啊 那所以一下子他们就 就是几乎是 24小时之内就分化了 就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文案 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文案 就是时间久 然后甚至是找到了 我们升级市副总统 来录一个这个 给纽约人看的 就是给全世界人看的 关于这个全人民的 基本理学的一个知识 那所以在当时我就想说 那不错那我们去揭露一下 这个群目的概念嘛 群目是目前嘛 初前嘛 那我们当时口罩是 就是生命配给制嘛 那所以呢 事实上它也可以当作是 一种币吧 不是叫口罩币 口罩圈 但是它其实有点像是 区块链的样子 就是说你的发行是固定的 你知道发行是固定的 其实就可以做 类似于群目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那我们来动员 那动员什么呢 就是目前为止 其实意外人 已经把他实际上 已经领不到口罩的配额 把这个心理捐钱出去 变成就是外交部 可以捐给国外的人 到援助的朋友 那这一套 其实后来发现说 事实上是第一次 我们有类似就是 透过实名加入一个 好像储蓄互助或者劳动合作 但是这个劳劳 劳务并不是真正的 就是那么大的劳务 这个劳务就是 我要两个礼拜 不去要去买口罩的 这种劳务 但是这个劳务 你一旦完成的时候 你可以把选择圈 换成显明圈 所以有一半的人 就愿意换成显明圈 其他人都是就是 就是比较低调 摩摩行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这边出去的 五百多案 我知道你们 这个唐凤平也有贡献 唐凤平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有三十六片的贡献 但其实不是 我只有六片的贡献 其他是唐凤平 唐凤鸣 唐凤鸣 但是这个就很好笑 这就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我就只要一样分享 我就可以分享到 就是我的这个Facebook 或者推准 在social media上面 而且这个就真的一条十 十传百 而且就是十哦 就是一下子 它就这样子传出去 那就变成很多人愿意说 即使是就是 家里已经有狗狗 而且一二三点 都没有用的朋友 他还是有一个 动机去安装健保 现在已经超过五百万人安装了 还是用健康存诊 然后去进行这个 就是口罩人道援助 所以大概是一二三四的 就是严格 大概是这样子 那看大家有没有 什么想要问的 如果不方便用slide 有提问题的话 也就是可以 请旁边的人帮忙 写或者是按键就可以 问问题 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现在正伟 可以问 一般我们去演讲 一个小时可以讲 五十五分钟 有大被动问题 他刚好电到 对 大概 刚刚讲二十分钟左右 看大家有没有 什么想要 讨论的系统 或者你可以 赶快再塞一个 多用心 对 对 其实 刚才听起来 需求 其实进步是乃是需求 随时的注意困难的 可是这个需求 往往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 不知道说到底 那个需求要怎么去抓 那 当时正在追踪这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去 动足先进去 这些事情 没有我都没有动足先进来 我其实我口学只有四个字 就是你行你来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人觉得需要地图 他就自己弄个地图来 我想办法把网欲弄给他 想办法跟Google谈谈到 Google免了他的战 不如同他免了我们的战 然后呢 就是让就是 好比像说 刚刚讲的就是 健保快语童检验 那就是他的技术上面 可以去衔接 但是事实上 要要健保快语童 这个也不是问题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见的朋友 觉得说 他有套更好的想法 他可能想的还没有很清楚 但他至少就有那个通验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直接说 开门造句 就是说好 那我承认我做的不更好 那但是你的做法 如果你不讲清楚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法 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像巨领兵那样子 就自己先弄一套出来 抛弃掉诸多斯的安全 然后大家都可以就是更新 事实上我们的就是 健保快语童 连到的那一条系统 就是中手税的报税软体 也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所以像当时就是 大家可能以前如果有报过税的话 如果是2016年前报税的话 可能可以体会到就是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的这件事情 当时确实是这样 因为2016年的那个时候 华尔克这家公司 把Java App 就是在流弹期里面 跑Java 这件事情把它停止使用 就是停止支援了 那所以呢就很多朋友们 在那一年报税的时候 就等于荧幕上面会说 请烧带 然后你就坐着等了四小时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因为它转发的核被停掉了 那所以当时就是 大家都觉得非常爆炸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公正 从我们参与平台 就是中语平台上面 就有一位朋友 突的这个脸书案 那事实上是脸书案 一点建设性都没有 因为它就知道哪样 它要爆炸 它没有说应该要怎么样 那它的那个内容 就不在这边显示出来 就是全部都是负能量 然后底下的留言 全部都是什么 财政部长下台啊 什么什么 官傲公司这个无能啊 什么之类之类啊 反正就是不堪入目的一些话 那但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有 台湾政府联络人嘛 刚刚已经有讲说 我们有这样子一套系统 那所以当时的财政部的PO 台湾政府联络人是 杨先生专委 那杨先生专委 那杨专委当时呢 因为台湾政府联络人 去做这种程序性回应的时候 不用上县程 所以他就直接跑上来 然后就说 所有给我们财政部 批评指教的朋友 都这个收到邀请函 希望大家两个礼拜之后啊 来我们财政部咨询中心啊 大家这个一起来 集思统域 做明年的暴雪软体 那当然我就立刻在底下推文 然后说他是我们PO 他不是一个路人家 我是唐峰 他讲的是真的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马上他那个留言就逆转 变成说 以前是八成的人在那边说 就是杨先生专委下台 只有不到两成的在说 因为我和Mindos很顺啊 那但是现在就是变成 他一留言就变成八成的人 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 那不到两成的人在那边说 杨先生专委下台 已经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这边 讲的行李啊 是非常非常有效果 那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去收敛 网络上面那么多 风拥而来的意见 然后又不至于说 就是让大家爆肝 其身生活品质 这是有方法 就是后来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提案人 他叫朱志源 他是一个 专业的一个设计师 那设计师 我们都知道 可能看到标凯体 就很不舒服 所以看到这个 好选一定更不舒服 那后来他就来 那他也帮忙去收敛这个 网络上面的意见 因为毕竟他提的案嘛 那他用的这个方法 就叫服务设计 那当然现在我们 有政府处的服务指引 其实这一套 已经是标准的一个做法 但在当时 就是服务设计 跟敏捷开发 其实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去把 这个服务流程开始之前 中间 后面 大家有什么 步骤 有什么细节 实用者有什么需求呢 碰到什么问题 想解决什么问题 他的情绪如何 对于这些情绪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化成一个叫做 使用者旅程 user journey 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就算有 一万人来留言 他留言都是想等待时间长 那这样也只有一张便利贴 叫做等待时间长 一下子就收容了 所以虽然看起来有上千 一个留言 但事实上 就只有这么几张便利贴的 资讯而已 当大家都看到 这个user journey 其实人家也不会 重复留言 大家重复留言 是要花时间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女性 你还必须贯彻 就是大家留言留什么 我们这边就要贴什么 比方说 有人留言说字报多 那我们知道 我们公务人员在 欠诚的时候 因为不避免 长官身体不舒服 所以大概就是会把它 稍微改一下 会变什么文字烧钱 绒坠什么之类的 每次网上签一层 可能就更文雅一点 但是 那这个情况下 网友就不会觉得 你站在谈来一遍 就是事实上 就不是真的在做理性力 而是理性力 但是我来 那这样子就不行 那所以我们是 他写字报多 我们就要写字报多 但今天好给他拿掉 那他写 华丽料要让人迷亡 我们就要写 华丽料要让人迷亡 但今天好给他拿掉 甚至他去挑战 我们一些设计上面的预设 好比像说 在2016年的那个 报税软件 你报税到最后 但是还没有送出 只是第一阶段 结算完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 武区博税局长 还不一样的一个 小娃娃吉祥物 在那边跳上跳下 然后再用标凯去写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请看 可能是欣喜引起 我不是很确定 不然如何 这个就是 他当然是想要 你感觉好 觉得说报税是 有光荣感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他跳上跳下 可能才花五秒钟 但是他可能都觉得 哇他的笑容 充满了讽刺感 意思就是说 本来报税心情 就已经很差 但看到那个 还要等他五秒钟 才关掉 心情就更长 所以就有个朋友说 他想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不要想要让他心情好 只要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他过去的心情自然就比较好了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 在中间去放一些什么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等等 这个我们也要收集了 而且贴在这个左边 那我们说见面三分七 所以 这些最酸的朋友 就是在有具体贡献的朋友 后来就把他整理到的工作坊 一共开了四次 然后呢 这边就是这个 关锋王 这个就是被骂的最熊的这些朋友 然后国学局的这个承担同仁 那当然还有专业的频道文者 那当然见面三分七嘛 其实见面就拿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四次之后 其实后来 观光也发现说 这样子引进民进的智慧 真的对他们没有帮助 好比像说 他们本来是 有很大一笔钱 是要花在那个硬体的预算上面 就是他的平坏 就是要算最高流量嘛 但是后来里面就有一位朋友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报税是前几天的最后期间 不需要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用余端认算的方式 就是你只租那些CPU 在最需要的两个峰值 中间就是把那些解编掉 那这样其实你可以省一大笔钱 那这个省了一大笔钱 里面的一个零头 我们来做这个重新设计案 所以到最后市场宽购在这单子上面 是省了钱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就算是厂商 也会愿意去听 民间朋友的审言 那当然后来就是在那一年失败的时候 是1996的朋友们喜欢 是Mac跟Linux的使用者 那再过一年 就Windows的人 也不用跟Mac接电脑 他们就给自己来用了 那就是发不怕的人喜欢 那大家就会看到说 这个界面非常的熟悉 因为这就是COVID 2.0的界面 事情也是三倍全体多的界面 这一套系统到现在 所以这个开明造句 就算你一开始做得不完美 但是至少有5000人 你会觉得说 在这里面有至少 进了一张便利铁的这个例 那所以就有点像说 刚刚那个口罩贡献的荣誉榜 就是说里面只要有他的名字 不管是唐贡献 唐贡献名还是什么 他自然是对他正当性就高 而且他看到什么不完美的时候 他会去想怎样比较好 但如果他的名字没有在上面 他没有一张决定 觉得贡献的话 你就算是花了大钱 去请再好的设计师 他还是去那边挑剔 事实上人性就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进厨房 他炒的菜一定 他就会炒 口部的炒 但是他如果进了厨房 他就只能一起来炒 就是火部的炒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有 终于有 非常高兴 那我们就来一回答问题 大概有12个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从口罩食品质来看 购买肥料食品质有什么建议 农历是会耕田 但是脑坡跟田确实有这个难度 以我的理解 现在在渡工南院 现在已经有无人机群飞的这个系统 就是说他们可以让舞者在台上一边跳舞 然后无人机一面观察舞者的姿态 然后无人机在那边跟着那个舞者跳 据说他们现在也想要去跟101 就是里面放烟火 里面放无人机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在台湾 遥控跟无人机 是同一个category 那你要怎么遥控呢 不一定要手把遥控啊 用脑坡也是可以遥控的 所以 事实上 就是舞者 头上带脑坡感应器 然后去遥控无人机 并不是什么科幻小说 就是他们现在三人懂 但是当然 并不是说文静龙 看地方要脑坡遥控 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就是说 事实上舞者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技术 主要还是说 他要怎么样子去反映实际上面 在地面上面 然后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观众 他觉得 他一群人在那边 意念发工 希望无人机飞过来一点 无人机飞过来一点 无人机飞过来一点 另外一边的人这个 比较没有注意在滑手机 无人机就不理他 就飞走了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可行的 不过就跟非要使命纸 一点关系都没有 非要使命纸 非要使命纸 非要使命纸其实是我 我今天才看到的一个简介的题目 那当然以我粗钱的理解 就是说本来需要跑两趟的 现在可以跑一趟就好 那就是本来的做法是 他可能是在他的农会 他要先预购 那就像口罩203年一样 他要等一阵子 然后回到才会来 那现在是因为 已经得记了一些数据 大概可以估算到 他需要了两岁 才可以限购 大部分的情况下可以限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其实从我角度来看 就是购买回到 那样的实名制 他在建立这个趋势的 这个数据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 是让使用者 就是实际来买的这个朋友 他了解到说 他现在累积的 这样子一个数据 对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意义 那这个其实是各位的专业 不愿意带放 但是这里的方言是说 就像我们的口罩实名制一样 我们在1.0的时候 为什么30秒更新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个排队的人 除了自己买到口罩之外 也担负一点点参与实验诊 的那样子一个角色 那我们到2.0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一个去 健保快通 预扣的这些朋友们 除了自己预扣之外 也担负一点点说 那他可以去反映说 哪一个地方在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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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时一开始没有超市 射点不足等等 所以他也可以打1922 或者是跟我们的 其实客服讲 那我们后来就跟全链 美联社等等 就是也是按照大家的反应 去增加我们的配送电话 那到3.0的时候 当然就是在超市 尽用kiosk 那当然他就 没有负什么责任 但是至少 他可以去把 那个杜卡基测通 杜卡基测通之后 当然后来 我们就有很多的用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里面 让参与者发现说 他在做的事情 除了他自己生活 或工作所必要之外 他只要多做一点点 大概给你2分钟的时间 或5分钟的时间 不是说填问卷 而是说他有一些 有什么看到的东西 能够立刻告诉你的话 那他可以看到 就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因为他而改变 或者至少这个 就是系统的可验证度 因为他的加入而变高 这个是真的 他可以多想一想的事情 不管是说 他是用他的 这个智慧型手机 去实力在那边 像我们最近 那个中文 有讲述什么 就是种植什么花生 或他有浓森 还是什么地方 他是在那边 是用那个手机的 就是电脑视觉 就是电脑视觉 然后所以 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拍文机去调查的时候 实际上他用手机 稍微拍一下 他去算那个手机 他的旋转的角度 以及附近的几个 基地台的讯号强度 大家就可以确保说 他不是拿一张成年的照片 在那边上载 所以他实际上每次 像类似拍照打卡 他就是在贡献到我们 对实际目前当地的状况 更多一点 所以对他来讲 他当然拍照打卡 是他可以好像赚什么币 什么是类似 像玩宝可梦 那样子 他有个游戏化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说 他自己就可以在他的社群 可能他的line群组 或什么里面说 我今天对于我们这个地方 更了解自己 得所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这个网绘 从在合作二年年之后 其实非常多人下载 从大概50万人到500万人 那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很多诊所的医师 就会愿意写得比较多 因为他知道 他的这个个案会看到 或至少他写成三代码的时候 比较乱写 像之前有上过新闻 就是有一个人 他去看了好几次 应该是二弟后 可能因为他鼻子过敏 R98 那但是他的那个医生 就是踢很快 把他踢成R99 不明原因死亡 那所以他就应该又死了三次 但是就是 如果起码会通 不是大家都会去看 健康存折的话 其实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现 健保树也不会发现 那但是因为大家都有 参与实验症的关系 所以大家一起 可以把这个资料理解 做得更好 所以这是比较主要的 一个建议 那有一个朋友 这个有一个 就是说 以前抱歉 你真的难有多爆炸 但是今天很好 有些这个朋友的肯定 那有很多朋友们问说 在我的观察 能不能有哪些业务 可以多跟民间合作 来解决问题 其实这应该反过来问 就是说 有哪些业务 大家觉得不适合 跟民间合作 来这个解决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行政院 推行开放政府 行动方案的一个 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 其实应该是 开放是原则 而不开放是例外 那所以 什么会开放呢 特别像说 签设到国家机密 这个当然我平常也不会看到 所以至少是不可能开放 因为国家机密法说 任何东西 只要是机密 或是机密 进入一个系统 整个系统都变机密 那当然就跟我们 在做的事情 有点背道而驰 那又或者是说 好比像说 我们当时在 就是看那个 Join平台里面 有一个叫做 来监督的单元的时候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如果是 本来只有 国家会管考处 本来只有 科会报 如果你是科技 或科他的预算 以及 神迹部 大概这几个人来管考 那但是呢 我们当时想要推行一个 就是全民管考 那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 这个事实上是 G010政府的一个专案 就是预算实施的话 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 GOV的一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中场城 其实全部都在上面 完全一个都没有遗漏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家最关心的是 那些事情 当然一定是长照 那然后我们来看长照 长照它是一个十年的计划 目前才到第三年 那他可以看到 就是计划所有 官考处看得到的 所有这些基本的GPMNet 里面这些东西 然后以及重要的事情成果 然后等等 那但是很重要的是说 在这个 他的讨论区里面 其实定期呢 在刚上线的时候呢 他有来中整 所以呢 他就是说 这个合校 一开始退长2年的时候 合校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后来他们就真的是 因为大家留言 所以即时的有去增行 那你在这边回了一次之后 其实底下也不会再会一样 就是他看到你有一个终整的回应 但是一开始 确实是 对各部分的朋友来讲 就是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就是本来只有23个人 在关靠我 并且2300万个人来 来管靠我 就是 不是很未来的一个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也 确实做了一个作品 就是说 那我们就只有愿管靠 就是我们自己在愿本 不看得到的 那我们再来放到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整个第一年 就是从2016年到2017年 大概都是 就是只有像金门大桥 等等的这些计划 金门有好多计划 对 那是放在这个上面 那因为愿管好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事先放到上面 它增加的负担 不会是 不会怎么能负担 大部分是愿处的负担 那愿处本来就是 应该要身先士组 所以anyway 那然后呢 那我们也看到 一些很多很有趣的留言 比如说金门大桥 那个计划 他就有人问说 度思不思有错 因为它是累积执行率 跟累积经费达成率 但是竟然又往下掉 那累积还不然往下掉 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所以 虽然这个朋友的这个留言 不是品质很规范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那所以这个 后来我们的念书同仁 就去问 那到最后就发现说 原来是因为他们换了这个 这个承包商 施工性度人 有重货后 我们解约 几位人家还了我们钱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金贵才有 就是下去有上来的 这个情况 这样子他只要回应一次 他就不用接那么多的电话 因为任何人 用搜寻集 都会找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刚刚讲到两个嘛 一个是说 精密所以如果公开 会是你的风险 那另外一个是说 本来你觉得说公开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来增加各位的负担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 留言的系统 跟分享系统设计得足够好 而且让他没有办法 连上就是没有办法出征的 这个方式 就是有一些设计方法的 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你只要回应一次 其实你探题来讲 是省自己的时间 那所以如果又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然后又不会增加 经济负责的话 其实任何东西 都可以以开放为原则 来推动 那这个我就知道 有三个朋友问说 请教对于农友犬 发送使用的改善意见 跟其他三个部会比较的 有利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比较很不公平 因为各位是从 应该是年初吧 就开始做农友犬的系统 很多的部位是这个 就是超前附属的反面是什么 即时附属 即时附属 就是后来发现有这个 三个月犬的这整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到可能四月五月 可能到五月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是先跑了三个月 所以说各位表现非常良好 那当然是这样子 因为各位多跑了三个月的时间 对 所以我是不做这种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比较 那但是我觉得是 就是各位在规划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把它当作一个长期的东西 刚才主人才跟我讲说 其实什么都可以发 什么圈都可以发 对 只是说好像如果讲特定农产品的话 另外190个农产品可能会抗疫 所以不一定会有文旦权 但是就是说那条系统 是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子的优移极 但是这个就跟我们 就是其他的部分 它有些是比较一次性的 那有一些是 就是从来就是没有过的系统 那它为了这一次特别去改出来的 确实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在一个 就是不认为公平的一个气候点上面 对 那当然今天是动词券就是在 就是重新整备一个礼拜之后 就终于上线了 那因为动词券这一个礼拜 其实我其实就是非常 就是 savily involved 就是Promic的那个新的网语的名称 因为就是本来那个网语就比较少人记得 那它现在就很容易记 因为它只有500.gov.tw 当你看到这种 数字.gov.tw的时候就知道是 我弄的 就是我 对对对 3000.gov.tw.tw.也是我想的 对那在这里面当然 一个是它真的很好记 那第二个是说 它可以去 呃运用一些云端部署的技术 而不需要影响到你本来的那个网语 它本来是500.s.gov.tw. 那它不管是要做什么这个云端部署的设定啊等等 要改DMS的时候 它都会影响到它本来体育署的那个营业嘛 就像那个客家那一边 他们做客床券的那个云端分流的时候 他们甚至把客家委员会的首页都因此而改了 因为要减低它的流量等等 那这当然是不是很无人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那我们就发明一个完全不相干的 就是500.gov.tw. 大家看到了 可能只会想到流手 不会想到这个体育署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想的是说那我多五百块钱可以花 那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网语上面 我们现在是真的比较有弹性 像我们在就需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好像polis.gov.tw. polis就好像是slido 那它也是让大家问问题的一个平台 那其实说slido是一次嘛 可能一小时呢 polis可能可以持续一个月 那我们现在也有polis.gov.tw. 有斜线Ocean 斜线Ocean就是下海至今的政策 就像我们象山至今一样 我们下海至今也用了这样子一套系统 所以当你到polis.gov.tw. 斜线Ocean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问你五个各种不同的问题 包含设施啊 生化教育啊 风险明确啊 开放海洋 那这个问题是有点像是开放式问卷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任何主意 然后其他人都可以支持或者是反对 就像在slido上面 每个人都可以按赞一样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讨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分析 就是最有争议的是什么 就是我认为海域缺掉于种无需限制 这个B族的人 C族的人跟A族的人 A族的人完全看不懂这个在做什么 B族的人全部都反对 C族的人跟A族的56都赞成 可见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体验 在香港的政策上 其他题目都不能跟这个比 那但是大部分的事情 其实ABC族的都非常有共识 什么台湾是海域 应该要开放独立州活动 那这个更深入的海洋教育 这个谁都不会反对 无外坦然无损公平自由 暂时的自由关系 自徒棋制 这个也没有人反对等等 那所以后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可以把左边的这一群 就是大家都不反对的东西 先提倡移程 然后先变成我们的所谓的先导的这种计划 因为大家都反对 不管是就是专业的 呼吁的朋友 还是休闲的呼吁的朋友 都不会反对 那大家都反对的事情 我们就慢慢再来谈 那一再是呢 如果大家都就是觉得很有争议 就是一边非常支持一边非常反对 那这个反而我们就先不处理 那这个时候先让大家都支持的东西 有所共事的东西 大家能够稍微先推一步 像当时我们在处理Uber 这一案的时候 那虽然我拿过来 是连Uber司机自己都同意的 那这个我们就先处理 那些比较有争议的 到底是不是共产经济之类的 我们就不处理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大家的呼吸就会越来越多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每次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政策之前 先有这样子一个比较跨互贵的 像Folice GOV.TW 那是任何互贵都可以运用的 这样一个工具 其实可以让互贵之间的本位主义 变成是你为你相信的价值来倡议 但是你也不会因此不去听别人的价值 因为发现它还是有些共同的价值 所以这是共用点击网域的一个好处 那500.GOV.TW 3000.GOV.TW 后来用这样子的秘密的方式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有点跳脱这个本位去去这样子看事情 所以如果各位以后需要数字网域的话 可以找我们 这是动词券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后来动词券 当然我们就用了一个叫 Cloudflare 的一个分流的一个机制 那他们就是压力测试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其实是非常顺利 那它的这整个网站其实就有点像是 刚才给大家看的口罩工序平台一样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APP 我了解农游券是一个APP 那但是就是一个APP它的好处是说 你可以用手机箱所有的功能 那但是如果你实际上 没有用到手机箱什么功能的话 我目前的建议就是说不要用它 为什么 因为你用APP的话 你能自更新 在苹果的地址 你要等它一个礼拜以上 那在Google的地址 你要等它一个小时左右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你可以拿个作业系统的单身位置 就是你要把Google 一直拖到苹果那边整个更新了 你才跟它一起更新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如果是就是像口罩工序平台啊等等的这些题目 或者像我们1988的只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平级一网域哦 就是1988.taiwan.globy.tw 就是这个1988.taiwan的这个网站的话 实际上它是设计前一个APP 只是这个APP呢 它是 它比较容易在iPhone上面 你按分享 然后按加入主画面 它就直接变成主画面上面的一个 不叫做1988 那你按了之后 那你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 你可以看到也没有网址 也没有游览器的这些东西 而且盘该有的功能 就包含那个 吐动Person啊 这些定位啊等等 都都有包含 如果你要用它来扫码 这个camera啊等等 都可以使用 所以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等那个App Store的上课 你随时要一盖 这个马上就盖 而且它在离线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使用 那所以事实上APP有的特色它都有嘛 这叫PWA 就是特别的App 所以现在就是 除非你要用到一些 就是比较冷门的 就是特定的手机才有的功能 其实指纹解锁啊什么 像那个健保会通 为什么还是需要是APP 因为它需要帮那个Sinta的IMEI 它要去做TWID的认证 所以那没有办法 还是必须要用APP 但是除此之外 大部分PWA都可以解决 那这是后来我给动资券的一个建议 所以各位以后在就是规划的时候 也可以往这个方向下 至少就是你的厂商不需要开发 两套一个iPhone 一个Android的这个系统 那有一个朋友问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挫折 要是怎么克服 我印象最大的 不知道1234的挫折就是 药局开始发号码牌的那一刻 也就是在实行师上路的第一天的中午 然后很多钥匙就填 刚刚江明忠的那个表 然后说我们发号码牌是不得不然 因为真的太多人排队了 那我发号码牌去换他健保卡 我慢慢过卡 可是我慢慢过卡 过程里面 我就接到一大堆打电话来抗议 说你明明还有鸡片口罩 鸡片口罩 然后我就不断要说 我号码已经发完了 已经发完了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真的是造成这些钥匙的麻烦 确实是如此 那所以后来我们真的是立刻改 就是说 他说那我们发号码的时间是 什么早上9 早上8点到9点半 或8点到10点 他实际回来拿的时间 可能是下午4点到晚上6点半 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就一下子 就必须要加一个备注栏 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到地图上 那当然还有就是 刚才说这个江明忠的地图 说只有一片口罩 还是显示绿色 那我们就改掉 那当然之后 我们帮他按一个键 就消失在地图上等等 是因为钥匙中 已经取得不一定程度的不行 就是说他们当然 就是工作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还要打这些意见 但是他们发现说 这已经有听到 而且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不是每个都改 但是至少里面 切实可惜的一些 真的每个礼拜都有改一些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像他们最厉害是 是觉得说 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曼签的那个健保行感 你光是你血入 其实你就要等他半分钟 那所以他们怎么算 都不可能每天发得完口罩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不是啊 我们跟他系统设计 它是无取不协入 只无取不协入 就坏了 大概几秒钟 就是最多时间 就可以完成一次交易 一次交易 所以就是说 每次钥匙有什么批评指教 或甚至执行一些疑虑 我们及时的 透过民间社群 收集来的这些意见 但及时的去跟钥匙 这样的反应 那所以客服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每个礼拜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那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地说这个 你行你来 所以确实有些要是真的很行 所以他们自己研发了 插健保卡 区号码牌 那样子的一手机器 这样子他们的库存 忽然又对了 因为也是先插健保卡 那后来这个机器 后来又让一个新创公司 应该叫燕安科技 看到了 后来他们就去跟 台北市政部合作 就做成了口罩的贩卖机 那这贩卖机 因为需要十年认证 所以他们的线路有结尾 健保署的那个BDN 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个测通之后 我们就说 那这一套真的很棒啊 那我们就可以跟四大超商 各自把四大超商的总部 当成四台大的贩卖机 每一个Kiosk 每一个贵源机 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中端 你可以想成四大超商 各自一台电脑 还有加起来 大概是一万两千个屏幕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也许再有感谢 就是台北市的美心测通 因为他们如果不行测通 我们不知道还要测多久了 那所以这整套我觉得 就是不断的挫折 然后不断的迷行理财 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一起克服 有一位Angelo问说 因为三倍券 我是不是有参与规划 超商申请 我们用三倍券 看起来有口罩 实名制的影子 确实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最早的那个版本 就是刷三千 退两千 全数位的那个部分 我是一直觉得说 全数位就是先行 会会比较好 那但是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就听到很多朋友说 其实如果你是全数位的话 那就只有有Post 有Post 机的地方才能够回忆 那有Post 机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点规模 而且特别是 好比方说 在电影响店或者大爱厂 那你问你去看的话 其实他们在疫情期间的 生意是商量的 所以你就会变成 你在振兴的那些 其实好像都必须要振兴的 一些对象 那反而是小的摊商啊 夜市啊 这些就是真正 因为他是在人群群聚的地方 去那边摆摊 在疫情期间不能群聚 因此他也不能摆摊 所以他们是受影响最深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Post 机 所以就没有办法 这个在数位圈上面 获得这个振兴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强而有利的论点 所以后来我也被顺服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持等 那发持等当然就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 他人群聚会 就是说他超商在那个 影圈的柜台 就是结账柜台 后面都有摄影机 那现在摄影机 其实都会有很高 所以他们认为 理论上可以说 他把那个圈用 本来都是 就是你整叠摊开的嘛 那个圈的透明的 那个塑胶套 我他给你钱 稍微先举高一下下 他后面的摄影机 就可以做过我们自电视 把所有的这些选号 都记下来 那理论上好像可以 因此而追踪消费行为 那这个并不是文言总提 因为现在的摄影机 还真的有这样子的解析度 所以我们就赶快设计了 一个信封嘛 那这个信封就把那个 券号遮住 所以大家拿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这个券号 被拍下来的这个疑虑 那但是呢 问题就是那个 信封实在设计的太精美了 那所以呢 他都觉得说 我把里面的券号啊 我还有一个纪念价值 所以后来之间 在就是大家参与 节庆的这个心理价值里面 指引券就 开始大于数位 因为数位你划完 拿完是2000 或你捐掉是2000 之后 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 所以当时我就在会议里面主张说 那我们应该数位选一把定 我们就用一个 独一无二的雷射的贴纸给你 然后你可以贴在 这个你的信用卡的背面 或者悠悠卡的背面 或者你的手机的背面 然后你在结账的时候 店家才可以针对这个贴纸啊 来给予游会 不过当时呢 这个其实中西区就告诉我说 他们因为要多印这些信封啊 什么东西钱已经花完了 所以没有什么贴纸给你用 所以一来一往 就造成一个蓝塔的物品 那到最后大家都跑去拿信封啊 那当然还有大概一成多的朋友 这个跟我一样是数位房顶 那所以我想 当然我们的系统 确实是口罩声明 是稍微改一改 就改出来 那健保会议通也因此担任了 这样子一个认证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在健保会议通里面 现在它变成一个所有 就是振兴相关的各种券 都可以共用的一个认证品牌 所以如果你到民众领取动资券了 然后动资券这边 如果你就是一开始输入错手机号码 就是没有办法recover 如果你手机号码对其他都会错 你还可以透过前信recover 但是如果你手机号码错 一般来讲不可能recover 所以我们抽签是身份证字号 你中签了 可是你拿不到自当权 那怎么办 他可以按这个请编辞进行身份验证 所以他按了 然后我要输入身份证号 那我只好来乱拿 OK 好 好 这个时候他就会邀请你 在健保会议通打开 按三倍圈验证 然后他就会发一个 只能用几分钟的 六位数的一个数字 然后你key进来 就完成了实名的验证 然后你就可以从你的身份证字号 recover 然后你就可以说 我对不起我手机号 四个我打错了 那你再收一封简讯 所以也可以说是 其实确实因为这一个就是 健保会议通变成 就是所有的就是 防疫署跟诊心相关的 这个数位的类似 就是实名验证的 线上的ID 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所以现在就跟你说 不管从五百阶 从三千阶 从哪里阶 他都可以接回同一个 这个认证的机制 所以这里面也是 后来把我们 健保会议通的这一套线路 就进一步的扩增到 变成一般性的 泛用性的这个线路 那也是因为其实 健保署 也是曾在开放政府联络人 这个系统里面 也跟我们一起做过 一个协设会议 就是来探索 那在未来 手定健保法 可以适合跑到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他们已经有 这方面的超级部署 所以现在我们 就是把这个目前还在 试验中 目前只有一些医学院 试验中 所以提到一个新企业的计划 我们事先就是用来 这边用 发现还蛮好用的 好 那还有就是短短的 两分多钟 我就盡量回答快一点 所以在官邀体系里面 如何把政委的超级创意 创新胡作 那这个有一个秘诀 就是创意都不是我的 创意都是各位常任官的 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 就是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大概有一半的朋友 是几位是各个部会 各界调一位过来的 都是常任官 那另外稍微少于一半的 大概十位左右 就是民间部门的专家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 这样子一个组成里面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确保说 这些各部会的朋友们 在工作的时候 只要学到什么 他就是开门造句 不利于跟其他部门的朋友分享 但是我们所有 deliver出来这些创新 基本上都是 常任官的想法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自然他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就是不会增加人家的负担 那我自己呢 是吸收风险 就如果烂调都是 微防空识问嘛 别人来都知道 那我就要付全部的 收敏责任 对 那所以就是 有人担负风险 那创新的 又不会增加大家的负担 这样子一来一往 其实创新就非常容易发生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来让所谓的官僚体系 变成就是主要的 创新的政法 因为朋友问说 请问政委觉得 政府应该是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对我来讲 因为我是数位政委 我一定从数位的方面回答 我觉得政府可以做 在四个方面做事情 就是BI GIF Digitalization 就是数位化 就是本来 就是完全只能面对面 才做的事情 尽可能让线上 也有一样的方法 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是取代 是说也可以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就是把现有的东西数位化 那Innovation 就是创新 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 官僚体系 其实是非常创新的 那政府的作用 就是把官僚体系的 这种创新 让民间知道说 官僚体系也是有创新的能量 我们透过总统的黑客松 透过就是Sandbox的机制 透过各种各样的机制 去确保说 民间的创新跟政府的创新 可以是大家共闯 而不是很像个人 所以就是Innovation方面 那第三个是Governance 就是政府可以去确保说 这些创新出现的时候 它不是牺牲掉社会部分的人 或牺牲掉环境来的 那我们可以确保说 大家可以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就是能够用参与式的方式 向彼此给出交代 这是主要Governance的作用 那最后就是Inclusion 就是我们在做 比如说一二三四的时候 大家刚刚可以听到 就是说 我们最在意的都不是 已经来用我们系统的人 我们最在意的都是 谁为什么还没有来用 我们的系统 那当然为了防疫 这是必须的 但是这是一般的公务员的 就是工作里面的服务 跟一般的服务医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公务员是公共服务员 服务的是公共 所以如果大家 没有来使用你的服务 事实上你还要更关心它 更主动去关心它 因为表示说 可能它不知道你存在 或是说它因为什么时候 或是SIM卡不是自己的 就算是存在 也没有办法能用 所以特别去关心那些 好像没有办法来 使用公共服务的人 我觉得公务员的服务 跟一般的服务 也最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Inclusion 就是含荣共荣 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在DIGI4的里面 那看造具是一个好事 那如果不能取代 地面造具工作 它公共能力恐怕更刺激 确实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开门 然后大家看到 这个地上有个车的蓝鸡 然后大家看完之后 就发现说 你今天已经有了 你根本就不用做 这个情况下 就是你就是一整件事情 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去看说 因为你今天有一些创新 像合照地图 我们自己如果发包 自己怎么样 要耗费了 非常多的沟通成分 那民间的这些朋友 这些沟通成分 都已经帮我们复完了 我们唯一要做 只是给它一个GOV的网域 跟给它一个稳定的API而已 这样必不花我们时间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想就可以省掉 很多这位公务人力 那有个朋友说 这个机制很好 建议可以获得运用 非常感谢 那有没有这个 怎么蒐集农民的意见 怎么宣导政策 什么政府措施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对任何就是一般的 就是意见蒐集来讲 就是对他来讲切身相关 而且他只要就是一想到 他就一定很有话说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我们向山之境的时候 为什么一开始是concentrate 在说大家要去盘 竟然要向四个不同的机关填报 四种不同的资料 自己的书生年月日 还有三种不同的格式 而且如果你是讲中文 你可以线上填报 但是如果你是英文的话 就只能传真 那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山有的 一个很大的通敌 那所以将当你把这样子的通敌 就是自己不允许出来说 对确实我们现在做法 真的都怎么样 那台湾有没有更好的意见 那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会很转业 来给你很多意见 如果是你已经做得很好的 那大家就会说 去宣传 所以我帮你开拍摄 但事实上 你又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用 所以就是每一次 有什么什么难用到爆炸 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就是台湾的意见 就会进来的时候 所谓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然后有朋友问说 没有什么很想做 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 其实我自己 并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事情 我在整个政府里面的工作 大概就是说 确保大家不同的立场 应该是有共同的价值 收敛到共同价值之后 有没有一些各方的创新 能够实现这些价值 大概就这样 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所以我并不是想做特定的事情 我就是把这样子一个空间 不断维持住 然后确保说 大家都可以寄私跟广义 那所以就有没有复合说 公共和政府 最难的应该是收纳各种不同意见 确实是这样 如果你是介于社会部门跟经济部门之间 当那个夹性饼干的话 那大概怎么收都收不完呢 而且是就是自己到最后 会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常常举一个这个形状 就是说 如果你要当中间这个绳子 然后被经济部门跟社会部门这样子拉扯 或者是创新跟社会公益 就有非常非常多 那这种情况下 当然这个你要吸收全部的奖礼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 不要看成是这只绳子 而是看成这个 就像是我的办公室 这个这个场地的话 这个空间的话 这个是空中啊 没有算在这种 我们把围墙全部都拆掉 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 所以我的工作 其实就是在这边 听每一边的讲法 那我不选任何一边站 或者是逐选每一边站 那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来我都可以 从他的角度来讨论 但是呢 就像刚刚开始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 即时的录影啊 或组织的啊 都在网路上 所以每一个人来找我的时候 他Lobby 还是Lobby 可是他必须要Lobby公共第一 如果他Lobby 一个直觉派的好处 就比人有坏处的东西 因为他知道会被公补嘛 绝对不会这样讲 所以所有人来找我 就是充满公共第一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看到说 虽然是不同的部门 到最后大家的立场 虽然不一致 但是价值 还是可以越来越一致 所以不管有什么 新的实验品出现 像这是第一批五人的三分车啊 他就可以 在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 先起的去跟旁边的市场 就是建国花社啦 去互动 然后去找到说 这样子一个实际的情况 怎么样运动这些 无人载具的这些工具 后来他们就说 可以就是我一面买花 然后这个城一面跟着我走 然后我Hands Free Shopping 买一个就放一个 买了就往后退一锅 后来再过过来一辆车 那后来大家就是用开放式创新的方法 去一起打造出 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边的社会 所用的无人载具 那一旦是大家自己打造的 就像大家自己贴 就是包袭的便利铁一样 其实社会部门跟经济部门 自己就可以融合起来 所谓社会企业 社会创新就是这个意思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要做的就很少 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确保 大家都想彼此给得出交代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我主动去收纳 而是创造这个空间 让有能力收纳的人 可以在那边去收纳出这个基本的价值 最后就是说 有一个可能问说 近一个月来我们住在附近 都只能买得到白色的口罩 请问未来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配送的时候 可以来表示口罩的颜色 那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是说我都戴白色的口罩 对 所以这个白色口罩 是很酷的一个颜色 那 那当然就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 目前就很高的大小尺寸 但是那现在好在 我们已经不是纯粹的退起制了 我们知道在台湾刷健保卡 就是社会主义 刷金融卡就是资本主义 那我们现在买一张 玩口罩 两种卡都没用 你们要刷健保卡 还是社会主义 每两个礼拜九天 但是当你刷金融卡的时候 你要报文的 都有报文的可以来 好 今天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